欢迎收看PayPal Webcast PayPal公民新闻平台今年最后一场的踹拍活动 在台南关庙的星光社区举办 带领公民记者探访这个曾经以彩绘风光一时的星光社区 看看他们如何藉由找回自己独特的竹编文化 汇集社区的活力 2016年PayPal最后一场踹拍 我们来到台南关庙的星光社区 旧名称为红里 走进村子里便可看到一面面化工精美的彩绘墙面 不说你可能不知道 这些彩绘墙本来是用来防治小黑纹 在防治小纹的时候发现说 有彩绘的地方小纹特别的少 密度特别的低 才研究说因为墙壁彩绘完了就不会有青苔 所以那时候环保局跟环保署他们投入了更多的经费 做了更大面积的彩绘 彩绘墙面不但美化了社区 也吸引来了外地游客 但在一波接一波的彩绘春兴起 让在地居民惊觉 这并不是他们记忆中的红利 因而开始了复兴竹边记忆之路 新光这边当时是光庙第二大村落 而且这边主要竹子产地都在新光 所以变成这边是竹边的一个产自一个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基地 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光庙地区最大的竹边产自基地 因为这边生产竹面就拿到那个光庙各地 包括隆起归人 因为他们没有竹子 他们也没有剖竹面的功夫 所以就这边做材料他们去做竹边 所以在这个历史 竹边对新光学员他的历史地位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社团 社团我们现在就 我们组用这个社区 在社区各地人去做看看 做好让人有的 人家说做得到 大家很欣赏 很多人爱饿 就怎么继续做 除了有奇老教授竹边和DIY体验 社区里也有完整的导览解说 PayPal公民新闻平台也与新光社区合作 带领公民记者们透过镜头来认识红利面临到的困境 相互进行议题讨论和交流意见 学生公民记者也挑战现场拍摄和剪辑 展现多元的观点 我这一次剪新闻的方式 原本是想要设定从台风这个议题下手 可是后来发现台风这个议题并不能拍出很多的画面 所以我就决定照帅雄早上教我们的从过去 现在到未来用三目的方式就可以把我今天 一则短片两分钟的新闻把它剪出来 我在看了那个 你们po的那个 在网站上的那些文件看一看 资料看一看 来我就采访了我们这边的总干事 当然我希望就是说把我们现在新光 这边的努力过程 营造努力过程大概的诚信给大家知道这样子 未来新光社区将主编记忆结合盐水溪生态 发展成生态农村 让大家看到红利丰富的生态资源 把握今年最后一次参加TRIPi的机会 这一次活动报名的人数相当的踊跃 在地方社区安排的导览行程中 公民记者借由镜头记录下社区的故事 以及文化特色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参与活动的公民记者的报导 彩绘是新光社区 据以视镜社区再造三宝的第一宝 彩绘使新光社区风光一时 几年前彩绘的名气更传遍全台湾 但是来欣赏彩绘的民众 看过一次两次就不想再来 让曾经风光一时的景象成为往日记忆 然而其过中原委是如何 我们就来探究看看 社区当年提到当时 当初要推动财绘就一个很单纯的原因 因为这个政策已经营养活流 台贵头严重 社区市民基资营养活流 整个这些工厨在这些都放在盘子里面 拼到这些黑暗 这个的环境团觉得非常不少人大 昨天提到想要开始做社区总体营养活 没有农产再生 很简单的原因就是 一定要先让在地民众有一个地角 所以我们就先对我们新光社区的楼的一条街 对它先做一个四百公囚 做一个改造的柴绘 柴绘的柴绘就像我说的 很坦纯的希望 引起在地民众对在地的环境 越来越来越厉害的感想 提到观庙的新光社区 您会想到什么 观庙面或者是其他的农产品 新光社区除了这些知名的特产 更是全国最大的产会春落 但更深入的认识之后 您会了解到 新光社区在环境守护上的用心 环境的变化跟那个山坡地丘铃的开发 它的雨沙越来越严重 而且因为这边是比较靠近偏向的地方 所以第一个 很多外面的垃圾 他们都不想去透过那种什么 汇气物的所有方式 就直接到过来青岛在这边 然后我们曾经在经济的时候 还发现什么 甚至还有医疗汇气物 那些什么针筒啊针管啊 就直接倒在溪床旁边 所以把它变成好像就是一条 完全没有生态的一条溪流 那时候我们就开始警觉了 发现说 怎么这条溪 跟我们小时候的那种样貌 完全都不一样了 从一条很宽大 然后很干净的一条溪流 里面各种原生种的生物都有溪流 到现在是什么都没有的一条溪流 所以我们才心里说 怎么去护育它 怎么去保育它 甚至怎么会做进溪 近几年来 台湾各地掀起一片彩绘旋风 在眷村老旧农村日渐盛行 期望逐渐没落的社区 老农村生机再现 甚而引进商机 透过彩绘 让社区呈现新风貌 活化春丽 于是关庙不仅有文明侠儿的关庙面 凤梨也诞生了彩绘村 2016PIPOCHI拍彩能场 就请关庙新光社区发展协会 吴中宝执行长 分享社区彩绘的美丽与爱囚 位于台南市关庙区的新光社区 就名叫做红里 原本是没落老旧的农村社区 但因为有了这群红里社造队的进驻 将农特产品成功崭新再发展 不管是在各个社造单位 他们强调了人文地产景资源 或者说在那个所谓环境教育上面的八大面向 新光是完全具备的 所以它有很多的面向可以去做发展 它的生态 它的农特产 包括在地的一些历史文物 公土建物 包括在地的人情味 这个都是新光一个很棒的一个资产 新光社区其中最引以为傲的莫国渝市 来自其劳手中的主编手艺 透过这些极尽失传的文化 让新光再度绽放 位于台南光庙的新光里 社区推动北辽街彩绘后 原本灰暗的老街道焕然一新 不但带来了观光人潮 连绕人的小黑文也逐渐变少 正因为小黑文会把卵产在青苔上面 而乡村的环境又很多阴暗潮湿的地方 容易滋生青苔 小黑文密度才会那么高 当初第一阶段在北辽街彩绘完后 发现北辽街的小黑文密度变很低 才了解墙壁涂了油漆以后 青苔就不易附着 所以开始有了第二三阶段的彩绘 这也是新光里有这么多彩绘的原因 但彩绘的方向也逐渐偏离了社区的特色 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卡通人物 像龙猫 这可能会吸引很多人的目光 可是它就是跟在地没有任何的连接 所以这种话就是我们非常不喜欢的 今年Paypro平台一共举办了五场的Tri-Pi活动 我们的足迹走过了台北、屏东、苗栗、南投以及台南 我们和公民记者一起了解 并且记录不同主题的活动 今年因为活动规划的关系 我们的Tri-Pi活动已经全部圆满结束了 而接下来Paypro也将透过持续不同活动的举办 带领公民记者一起在影像学习 以及记录上可以有更多互相交流的机会 Paypro Webcast 我们下次见